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有一种炒饭是南瓜炒饭 那它主要是南瓜和干香菇 还有饭 这是隔夜饭 就是昨晚做好了隔了一夜的 我煮的比较硬一点 那我觉得我要用我的方式来做这个炒饭 我觉得那样也会好吃一些 现在我就做给大家看 这个南瓜先切成小粒 好 这个我还是把它全切了 然后香菇就切成丝 往上的这个炒法就是这样 但是我这个打开的方式不一样 好 现在我们做个锅来炒 现在锅热了 放一点点油就行 先把这个南瓜切一切 先把这个南瓜切一切 焖一下 一去忙其他事情呢 就把这个 搬过来一点时间 你看这个颜色就 就变成这样了 好 现在把南瓜盛起来 再放一点油 炒饭 我现在把香菇放进去 然后跟着 跟着饭一块炒 把这个香味炒出来 炒香菇的水 焦一下 炒干了以后再焦一下 然后这个米饭充分的把它水分吸干 现在再焦一点 现在再焦一点 南瓜 我煮南瓜的这个南瓜汁 拿一块南瓜打碎 把这个充分的蒜混合 好 把煎好的南瓜再放进去 볶炒 炒盐 放一点白胡椒 哇 葡萄味道非常香 我要放一点点蚝油 现在关火 撒一把葱 这个是最关键的 最后的时候 我刚才南瓜炒饭就做好了 谢谢大家收看 谢谢大家